今天分享一下那个我店里的这手握是怎么皮的啊 如果这个山鱼比较高 就把这个稍微嘎下来一条 下面就比较平一点 这样皮起来会更好皮一点 我的这种批法是十字刀 就从这个上面的方面嘛 开始这种是皮属于十字刀 先嘎掉一块之后我们开始一片这样一片一片的顺庸过去皮 每一片最好要必须要平行一点 什么 批这种手握这个三维鱼片吧 每个店基本上那似乎批法都是不一样的 知道吗 有的是把那个三维鱼分段分段开始批 四指以四指为那个单位开始批 我这种背料的话就是按整条直接批过去的 大概这个能批到40多片 鱼尾这薄点刀要斜一点 这个斜一点的是因为后面这地方鱼把比较薄 往事呢 你就要斜一点 如果要稍微立起来的话 这片就比较小 之后呢 我们拿着刀插进去 这刀插进去呢 刀尖要贴着砧板 之后一手一点拿过去就好了 接下来批一下那个这三维的另一边 这边是头部了 这也是一样 如果要是高的话 也是扛下来一条就好了 刚才批那是尾部了 从这个呢 你要从头部批呢 它就不是那个十字刀了 你要把这个翻过来 一看也还是不是十字刀了 这个鱼的正面 不管是你怎么翻都是不是十字刀 你就把这鱼要翻过来 翻过来 从那个鱼的头皮掉 这边属于十字刀了 可以也是一样的 一片一片的屁过去 然后 这种片你其实大小的话 因为鱼还是有一些 就是那个地方薄的厚度不一样 然后也是你要一点点从刀掌握一下 这个鱼片的薄厚度啊 还有鱼片的大小呢 都要是看这个刀 用这刀掌握一下就好了 这个一条的话 大概也就是批个40多片吧 我们店里选用那个三文鱼 那是6到7公斤的三文鱼 这地方也是一样 批到最后面的 如果这个比较厚呢 你刀就要立起来点 如果比较薄呢 刀就要平过去一点就好了 也是一样的 这个刀 刀垫贴着砧板 直接插过去 浮路了就好 直接放盘上 这样呢 就算是我们背料了